欢迎收看太阳的一人石 好多小伙伴给我留言 说有没有能一个人去的饭馆 对吧 我们也就尝试着满足一下大家 今天我们来到了 崇文门新世界 崇文门新世界27 搜秀里边有一个开了30周年的米线店 但是不是在这开的 以前人家是1984年就开在东华门 东华门就是故宫的东门 以前是东华门夜市里头 第一名的米线 现在在里边开了个新店 他们家有两个菜我比较有印象 一个是鱼丸汤 一个是冬菜包子 一会儿带你们尝尝去 Let's go 鸡汤鱼丸 用鸡汤熬的鱼丸 首先就是它这个汤 焖浓的胡椒味 喝起来就非常的刺激 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 紧实团牙的鱼丸 这鱼丸你吃的就像那个 手打鱼丸一样 非常的坎 它这个鱼丸里头是有鱿鱼的 我觉得 因为我刚才尝到一点点鱿鱼足的那个味道 这是他们家冬菜包 给你们掰来看看 哇好烫 烫烫烫烫 我这冬菜包配鱼丸汤 两个鱼丸汤一个冬菜包吃的饱饱的 电烤羊肉串 这个羊肉串不错 就是它火候很到嘞 就烤到外边已经焦了 然后里头就浓浓的羊肉香 你们看他们家鸡片米线 都是用他们同一锅汤熬的 然后你看这里头整个这鸡片的含量 我觉得这一碗里头1%米线 1%鸡片 这还是很重的胡椒味 然后就因为有这么重的胡椒味 所以它这个鸡片的味道特别突出 就是因为你在很辣的这个味道里头 突然吃到一点鸡片 就是很清淡很香很润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两碗一碗这个鸡片米线 跟这个鱼丸汤味道都不错 又好吃 热量又堆 它这鸡片的量还真的不少 豁达豁达的鸡片 而且就它这个米线的汤 就如果你做刚才吃鱼丸米线的时候 你会觉得胡椒味很重 但是它配上这个米线跟鸡片以后 就觉得没有那么重 吃起来刚刚好 反正他们家给我的感觉就是 真舍得下料 香菜也多 胡椒也多 米线也多 鸡片也多 基本上鸡片到现在还没吃完 小米辣 特别辣 试一试吧 还是有点怂的 还行 没有那么辣 但是好香 我猜这辣椒真的好香 它是炸的那种很香的辣椒 就我已经吃完了 然后一共是110 其实你们来的话应该点不了这么多 我就为了给你们多看一眼 所以要多点了一个鸡片米线 对吧 如果不点这鸡片米线的话 其实就是50多块钱 我觉得正合适 就是点一个鱼丸汤点俩包子 都足够了 或者你再点一个酸梅汤 酸梅汤味道也不错 在这个Social里头 这个环境对吧 这个价钱 我觉得吃起来现象比还是挺高的 就如果你只点一份鱼丸汤加俩包子 30多块钱 其实也能吃饱了 然后呢 说说他们家什么东西比较好吃 就是 首先他们家的鱼丸汤跟鸡片米线 肯定是没问题 但前提是你能接受得了 这么重的胡椒味 或者说你去跟它说 不要这么重的胡椒 其次就是羊串 他们家羊肉串真好 就是一层胶壳 然后里头非常嫩的羊肉 吃起来真的口感不错 好 感谢您示范这一期太阳的一人食 拜拜